主日信息提及一種100年前的醫學科技 就是由尼可夫斯基George Lakovsky 所發明的多頻震盪器Multiple Wave Oscillator 簡稱MWO 尼可夫斯基是一位工程師 出生於1869年沙皇時代的俄國 1994年他到法國修讀物理、土木工程及醫學 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開始研究不同震頻對身體的影響 1923年他發明了第一部以頻率震盪進行醫療的儀器 名為無線電細胞震盪器 Radio Cellular Oscillator 1924年於巴黎一間醫院 Baptiste Batier Hospital以植物作實驗 其後幾年他開始在私人診所醫治絕症病人 於1925年他在Radio News Magazine 發表了一篇名為Curing Cancer with Ultra Radio Frequencies 以超無線電頻率醫治癌症的文章 於1929年他將多頻震盪的理論 以法文寫了一本名為The Secret of Life Electricity, Radiation and Your Body 生命的秘密、電子、輻射及你的身體 該書於1935年翻譯成英文 其後他發明了多頻震盪器 並於1931年於美國申請專利 並於1931年開始 於巴黎不同的醫院醫治絕症病人 包括Saint Louis Hospital Verdigra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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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pital 於這十年間寫下了不少著作 1940年他為了逃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統治 到了紐約於1941年 開始以MWO在醫院醫治各種病人 但是到了1942年 他在一宗神秘車禍裡死亡 由1931年至1942年這十一年間 他以MWO醫治癌症成功的百分比 高達90%以上